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有新的话题了 这是一个新的单元 就是一周信息的整合 它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经过一个礼拜 有主日崇拜 有祷告会 还有茶经 这些聚会 同在一起的时候 你听了忘记 听了忘记 我们希望这个礼拜 所有聚会 我们能够借着 一周信息的整合 成为我们一个 完整的一个提醒 那也帮助大家来回顾 其实它不是要回顾 其实是要整合成一个主题 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 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吸收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礼拜 我们所聚会 做一个完整的题目 叫专心爱主 那在这个专心爱主里面 我要再把它做一个段落 就是 你真的有跟上耶稣的脚步吗 第二个 你真的在你生命里面 有变化身份吗 成为一个新娘的一个身份 什么是新娘的身份 因为新郎跟新婦的关系 就是常常建立在 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还有最后一点 你成为这个身份之后 你有发挥出 这生命的果效吗 好 记得哦 你有专心爱主吗 那我们来开始回顾了 第一个 因为他专心爱我 这个是新春礼拜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里面讲到 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 成为神所喜悦的专心爱主 那你会在神面前 是一个蒙恩宠 有聪明的一个生命果效 特别是蒙恩宠 你知道吗 撒末尔 他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在那个日子里面 大家都说 传来传去都说 哇 神又重新在圣殿里面显现了 因为撒末尔 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实现 都不会落空 因为他在神面前 是蒙恩宠的 你要吗 各位姐妹 这也关系到 我们所提醒的 神所创造的万物 在他的神性和永能当中 明明的可以看到 这是神所有的荣耀 那世人却不把他当作神 也不荣耀他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不认识神 可惜啊 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 也是跟世人一样 所以在道路里面 没有把他当作神 荣耀他 所以虽然知道神 却怎样呢 失去了生命的那种味道 所以没有所谓 蒙恩宠的故事 这是我们好好 彼此提醒的 那如果是要专心爱主 我怎么专心爱主了 好 进入到 我们在上个礼拜 主日崇拜 所提到的 这样的观念问题 这观念问题 第一个就挑战我们 我们真的在神面前 是得救了生命吗 哪不会啊 我不是信主了 我不是有受洗吗 好 那时候 在主崇拜 我提醒大家 在生命里 感动感动我们 圣经说 宰门的事情 很多基督徒 都在那宽的道路里面 一直进入 什么呢 引进灭亡 引到灭亡的道路 还有一些人说 我主啊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做这个神经 那个神经吗 弟兄姐妹 神告诉我们说 不要因为鬼怕你们而高兴 要记得 要因为你的名 记录在生命册上面 才能够高兴 意思就是说 你做了一大堆事情 不一定 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面 哇 这是很大的一个提醒 弟兄姐妹 圣经又讲到五个童女的故事 五个童女跟这五个童女 身上的配备完全一样 穿着一样 但是这边得救 那边没有得救 哀哭啊 弟兄姐妹 还记得少年光的故事吗 他说 所有绿法都是守了 所有坏事都没有做 当然他后来 从永生的门前面离开了 耶稣说 财主进天国 何等的难啊 当然最重要还是门徒犹大 在最后一刻中 大家还是认为他是好人 事实上他得罪了神了 弟兄姐妹 希望我们在这个 专心爱主的道路上 我们再次被提醒 我们常听到 非常世界的故事 还记得吗 到底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很深刻的 再次提醒我们 所以生命里面就告诉我们 我怎么专心爱主 很简单 就是成为新的身份 新的身份 圣经提醒我们 你要不要成为 新郎所娶的就是新妇 你要变化身份 成为新娘 不再是你自己 以前的娘家的身份 从现在开始 你是夫家的身份 还有夫家所有的荣耀 也都会是你的 那所有生命里面 请记得 我们常常有一个 最真诚的感动 就是从此以后 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可以了 可以的 因为圣经说 有一天 在神的家里面 是直到永远的 关系 关系在生命里面 你跟神之间 是不是专心 所以 祷告会里面 我们就提醒大家 恩典那么多 在你生命里面 到底这些恩典 浇灌在你生命里面 果效是什么 可惜啊 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提醒大家 就在第二步 很多人是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圣经说 你领受恩典 去想想 有没有长大成熟 除了你爱慕神的话 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 每次查经 每次祷告会 就是希望能够 可慕 再可慕 神的话 使我们在道路里面 每一天都有新的感动 如果你是往前走的话 一定有个果效出来 就是什么呢 合乎主用 合乎主用 像那个田地一样 好几次 恩典降下来 被松软了 然后因为松软了以后 就能够润凭离极 作物就能够在这边慢慢成长 弟兄姐妹 很多人因为恩典多 反而变成贪婪的心 亚扫罗的故事还记得吗 罗的故事还记得吗 都值得我们好好提醒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提醒 在这个礼拜的同工训练会里面 你如果真的合乎主用的话 请记得 你生命应该有这种果效 一百倍 结果值得一百倍的果效 再次提醒我们 你如果专心爱主的话 你不但身份会改变 你的生命要跟上去主的脚步 然后你的身份就会活络起来 你有这个身份 你应该要扩张神的讲解 一百倍 提醒我们 阴间跟我们是在抢夺灵魂 给大家提醒一下 万物的结局已经进了 你必须要在各方面成为神所喜悦的 所以最后一个 我们要在神面前 两天前还记得吗 我们的同工训练会 你必须要精准的扩张 精准的扩张 你如果是好土的话 你不要急着连加称赞你 你在神面前 神的称赞是你最大的喜乐 神那么多恩典在你身上 要你转心 神提醒我们 小心哦 那荆棘的挤压 使我们被世界吸引 被世界带走 那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悲歌 我们希望在生命当中 这个礼拜再次把这些信息 成为一个提醒 综合 专心爱主 好不好 希望我们这个礼拜 有这样生命的成长 我们希望这个礼拜 大家一起来等候新的故事 下礼拜一定会更美好 谢谢 嗨 欢迎来到英语 Bible Time 今天要看到耶稣教导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哇 nice 我们先来读经文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今天的第一个单字 worship就是敬拜的意思 敬拜 worship就是对神的尊崇 敬奉 崇拜 那台湾民间信仰 讲到的拜拜 英文就是worship 那在台湾的庙里面呢 你会看到人们是用烧香来拜神 in Taiwan you can see people burn incense sticks to worship the gods in temples 那我们在教会的敬拜 礼拜崇拜也是worship Christians worship Jesus 基督徒敬拜耶稣 礼拜场所宗教场所都可以称为 place of worship place of worship 参加礼拜的人信徒则是称为worshipper 那经文里面耶稣说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the true worshi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很多人重视敬拜的仪式流程 要庄严树木的感觉 也有人重视敬拜时要活泼热情 专注投入丰富的情感 不过敬拜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上帝他有没有喜悦我们的敬拜 他是否被尊荣被敬畏 所以耶稣教导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 spirit and truth 也有一本说是心灵和真理 那我注意到这里的讲的spirit 那个s是大写耶 在NIV里面的诠释 spirit指的是圣灵哦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ers must worship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Hey Melody What's the kind of worshipers the father seeks 天赋寻找的敬拜者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就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哦 Those who worship him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太棒了 我们来复习今天的经文 John chapter 4 23 and 24 Yet a time is coming and has now come when the true worshi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for they are the kind of worshipers the father seeks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ers must worship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ンド江逼追回路 他们是神道师 祝福了 圣灵 感谢观看